来给自己的节目做个小广告 距离11月14号 风从东方来娱乐影响力盛典颁奖礼的大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届时许许多多的喜剧界的明星也会悉数到场 都说把观众弄哭啊 是件挺费力的事情 可是要把观众逗笑 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谁会是2015年度最佳喜剧品牌呢 还得等14号揭晓 相声 小品 脱口秀 喜剧以越来越多的形式存在着 9月一部喜剧电影横空出世 咱们说的可不是大名鼎鼎的港九 而是以黑马姿态亮相的夏洛特烦恼 放心吧 我刚一个人毁灭之前 必须先让其膨胀 刚刚一开始就笑喷了 我觉得马东梅长得比秋雅好看 你是什么时候瞎的 那就是 超小擦的脑 我的塞帮子都笑整了 夏洛特烦恼由开心麻花团队良心制作 虽然在喜剧界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可是在电影圈 开心麻花还算是新人一枚 于是乎在宣传期间主演们就开足玛丽 42天的时间里跑了20座城市 做了200多场路演 才有这样一鸣惊人的成绩 以宋小宝 小沈阳领衔的辽宁民间艺术团 同样表现不俗 欢乐喜剧人中带给大伙一个又一个诚意之作 小沈阳就决心一赶娘娘腔风格走起了高冷路线 癫狂的走姿不屑的神态 小沈阳的出场由内而外散发着浓浓的韩国偶像气质 其实我压力很大 因为我在我们这段戏里 我是最没有报复的一个 极为卖力的宋小宝 甚至还在喜剧人第五期录制期间意外摔伤 敬业程度值得点赞 当时医生表示 宋小宝必须立即停止演出 以免耽误恢复 作为同门师兄弟 小沈阳主动接替了宋小宝 在欢乐喜剧人的敬演任务 同样在欢乐喜剧人里 可圈可点的白眉工作室 也是近年来喜剧品牌的佼佼者 所有节目都在起帮我们释放压力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看完节目 大家就更没有压力了 我们准备明天就解散 就不用准备下期排练了 老婆 这情侣装咱还买二送一呢 你解释吧 对你提我解释 你提我解释 通俗的讲 这叫撞山了 撞山 赶快别急 我脱了 我脱了才没事了 这是撞山的 我脱了 我脱了以后 来 绝对可能撞山 撞山 近期完美工作室 还要继分手大师之后 再推力做恶棍天使 运用男主角邓超 和老婆孙力的搞笑碰撞 更是在发布会上 就已经可见一般了 平常的超哥都是这样子吗 每天起床都要这样 就是 哇 哇 Angel 好美的简直 儿子看 看你妈多美 对对对 对不起又冷了 哇 好美 Angel 我们以后 就是我们一旦有冷场 超哥就出来救场 对 好不好 我都不能往那边看 真的 今年圣诞期间 邓超孙力搭档的这部喜剧 就要和大伙见面了 白眉出品究竟有多好笑 还得走进影院 自己去体验体验 新闻在线 对不起